今天一大早就說到一個不錯的新聞 那這個新聞是在講 任天堂稍早宣布 將於今日20日台灣晚間10年播出 第三方遊戲陣容 指揮會來了 第三方 對 其實今年你有沒有覺得 下半年度的遊戲宣布好像特別少一點對不對 以我目前為止 大概從8月開始看起 每個月的遊戲都是比較少一點 甚至9月10月過後的 我覺得都是有點模糊的狀態 其實會講到這個是因為昨天晚上在直播的時候 然後就有人在講說好像會有直面會 結果今天果不起來真的看到直面會的消息了 還是你比較期待你的對馬站軌 都很期待 都很期待喔 像我們傑福就有深深體會到Switch的好 因為他買了對馬站軌 整個連連續假日兩天 完全是沒辦法玩到的 對不對 我們要陪夫人嘛 對啊 我總不能搬這一台PS4去他家 其實我覺得可以啊 因為你都穿PS的衣服了 你那個PS的背包啊什麼的都拿一個 直接把它帶進去就背去他家 這樣就OK了啊 還要螢幕啊 螢幕啊 我有期待了可以借你 好那回歸正題喔 其實這次的任天堂的直面會啦 我覺得除了第三方的遊戲以外 還有一些遊戲是我自己比較期待的 有一些應該也是傑福比較期待 因為剛才我們兩個已經有先討論過了 所以我們今天會挑個幾款來講一下 是我們很期待的 然後又一支下落不明的遊戲 薩爾達傳說曠野之習啊 大家應該都知道說他要出去做 因為在之前的直面會就已經講過了 不過確切時間一直都不知道 你對薩爾達傳說感覺怎麼樣 神啊 滿分啊 那你覺得薩爾達之所以神 是怎樣神 自由度很高 然後神廟吧 他會需要動一點腦袋 但是不會到太難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全年齡 他的擬真效果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像火焰在燃燒就會有氣流 還有就是有水潮濕的地方會導電 這些都做得很好 像我一開始玩不知道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每次遇到雷雨的天氣 出去總是會被劈死 我就傻傻的在那邊躲雨 躲到雨淋之後才開始玩 在那邊掛我 突然才發現原來我身上有金屬的東西會導電 那個好像我在直播的時候 然後是有玩家跟我講說 你要趕快把金屬的東西卸下來 他只要打雷就要趕快卸 如果沒有卸的話 你可能就會被劈死 我想說這個也太擬真的吧 還有我還真的在躲雨 一下子都傳送回去 然後在那邊躲 躲到沒有打雷的時候 我才出去開始玩 因為你是說怕被劈死 所以說你那時候就想說躲雨就好了 對 不過還有一些比較擬真的 像那個爬牆 他在爬那個山壁的時候 如果遇到下雨就一直滑 我一開始也不知道 我開始想說奇怪 這裡是比較陡嗎 比較難把嗎 為什麼其他地方都可以慢慢飆飆飆飆上去 然後結果後來他 一開始會滑了 他就爬個兩下 然後就又滑一下 然後後來我就才知道說 他是有擬伸到下雨的話 你在爬山壁 他是會濕滑的 結果你有買第21嗎 沒有 玩不完啦 他有一點點神廟還沒發現 我覺得不管是輕度玩家 或者是中度玩家 都很適合 因為你說他動作來說很簡單 但是你說他的那個整個開放地圖 給中度玩家來玩的話 他會覺得很過癮 非常大 而且我覺得算蠻超值的一款遊戲 因為薩爾達傳說這樣1000 我記得我那時候好像買快2000 但是他的遊戲時數是真的非常高的 破百小時以上 還有他的二手價也很好 一上價馬上就被買走 所以他的續作我一直是蠻期待的 雖說在預告裡面看那個畫面 沒有什麼提升 但是我覺得劇情的內容 往後推進應該也是值得期待 第二款遊戲是 魔兵驚天路3 其實魔兵驚天路是我自己有經過線上玩家推薦 然後有去玩的 他其實蠻適合你的 女主角貝尤尼塔 他都是會做一些很怪的動作 會覺得穿一些比較性感華麗的衣服 可是他的人設我覺得還好 他的人設其實我覺得有點超脫現實以外的感覺 我記得我去電玩店的時候 那老闆跟我推薦說 PS4有魔兵驚天路一二代重置 他跟我說那好玩 我跟他說那個人設我 無法接受 沒有說到很喜歡 他說對 我當初想法跟你一樣 但是玩了之後真的覺得 蠻好玩的 對他是真的蠻好玩的 我覺得很刺激 整個戰鬥感那個節奏超級快的 反正就是整個畫面很華麗的 而且他那個拔槍姿勢 我實在是搞不太懂 為什麼他的槍要插在高跟鞋上 就是他會做一些很奇怪的裝備 但是你在那種很奇怪的裝備之下 就會很多東西是砰出來的驚訝 你從來沒有想過一個魔女 然後可以這樣子 就一副很艷麗的感覺 而且他是一種很沉穩的 他不會說因為戰鬥比較熱血一點 然後就表現出非常熱血 抗開機樣的感覺 所以他這邊也會長胸氣 那你也許本來就有 那再來下一款是符文工廠5 符文工廠5是你講的 因為你把符文工廠4破關了 所以你應該對符文工廠5的期待度 是非常高的 結果我發現其實這一類型的遊戲 我超多人喜歡的 那符文工廠5的話 為什麼就會那麼的 期待他的感覺 一開始是有很多人推薦 像是什麼牧場類也是很多人推薦 但是我只好一聽到牧場的字 就稍微猶豫一下 因為我不是說很喜歡那類的遊戲 但是符文工廠他說他有結合戰鬥 我想說試試看吧 我發現還蠻好玩的 他打怪有點像無雙但又不像 然後他又可以種種花 種種菜這樣子 結合不同類型 然後你還有一些社交 反正就是玩起來結合了戰鬥跟牧場 就是有點動經皆疑的感覺 對對對 其實我玩牧場物語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比較安靜 而且比較容易讓女生接受 所以如果說你要挑起另外一半的興趣的話 我覺得牧場類的遊戲是真的蠻好的 不過玩一玩到後面的話 會比較不知道說要幹嘛 雖然說大家都會覺得說要去提升什麼 好感度之類的 但是對我們來講就是 牧場類的東西就很像在經營一樣 你可以賺大錢啦 發大財 然後種出很多不一樣的作物 那個就很像成就大財 其他角色的社交的話 我們就比較少製作了 我記得世代是之前 移植過來對不對 對 所以五代應該是會蠻讓人期待 因為可能會有一些很新的要素 會以新的技術來製作它 那再來這一款的是 A列車系列的A列車 然後他說他發售在Switch上面 這應該是我比較有感覺而已 我也想要這款遊戲 主要是因為小時候我玩A列車4 他這個A列車系列啦 我個人覺得是 蠻像模擬程式那種感覺 模擬程式應該去玩過吧 我有買 模擬程式應該是比較多人有玩過的 不過A列車的話 他主要是以列車作為一個主軸 像我之前在玩的時候 1990幾年了吧 超級久了 而且那時候的軟體 我記得我買回來的時候 是第三波8型 然後他的軟體是兩片 1.2M的那個磁片 1.14 1.2大片 1.14小片 1.2M的磁片 所以那個真的是非常有年代 軟跌 對軟跌 而且我記得那個時候買回來 因為我的電腦是跑不動的 記憶體不足 所以沒有辦法 你可以安裝進去 但是沒有辦法啟動它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家也是沒有辦法玩的 然後我有一個宏信朋友 宏信同學 我那時候都跑去他家玩 真的很期待 超級期待 每次說要去他家玩就很期待這款遊戲 因為模擬經營的那個狀況之下 就是會由小慢慢經營到變大 就跟模擬城市很像啦 你可能看著你的那個小地圖 小島嶼 然後越見越多 然後從那種很頻繁的那種鄉下 然後開始有一些發展之後 慢慢變成都市感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玩的時候啊 我每天都很期待去他家 可是沒有辦法每天去 所以只能加入 火車版的動物森友會 對對對對對 火車版的 就是他是用列車 主要是用列車跟公車 他其實公車也是算在裡面 算一個蠻重要的要素 所以他有超級多種列車可以選 超級多種公車可以選 搭那個鐵軌 然後還有搭陸地 然後利用那個物件 他們好像叫物料吧 然後利用物料的 工廠的物料 然後去讓他運輸 之後他就會在那個物料的附近 自動建築一些 像工業區啊 商業區 住宅區等等的 主軸我們就是控制那個貨物列車 或者是載客列車 或者是公車的部分 這款我是還蠻期待的 有中文版 又可以自己玩 不過這款也是沒有任何的發售日 目前為止講這幾款都沒有 最後一款的話是 今天有人留言 經典因為是 瑪利歐35週年的日子 我看你好像對瑪利歐沒什麼感覺 還好 反正你對路易吉比較有感覺 也沒有對路易吉比較有感覺啊 因為你買了路易吉洋樓 是因為洋樓吧 不是不會路易吉 所以是因為題材的問題 如果今天出了瑪利歐鬼屋 你就買了 對 瑪利歐鬼屋 瑪利歐之惡靈古堡 買 像這樣子的玩家 就很容易去找到自己喜歡的遊戲 因為很明白自己喜歡什麼樣的遊戲類型 今天的留言是說 今年的年底 有可能 依照這個週期來看 瑪利歐賽車9代 也許會出 那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瑪利歐賽車8豪華版 是從之前的版本移植過來 所以說第9代都應該是全新的一代 不過我記得你是對瑪利歐系列的 瑪利歐賽車應該蠻有感的 但是沒有人跟我玩啊 沒有朋友的狀態 對啊 我們讓他多來這邊工作室玩啊 剪完片之後玩一下 然後我們又剪不完的片 然後每次都玩都輸 每次玩都輸 對啊 誰 輸不誰 輸網路上的吧 我都每次都被網路上的很大電欸 因為我每次在玩的時候 以前的可能還會因為同學跟我講 那個捷徑要怎麼抄 然後以前會抄 現在沒有人講啊 然後就看別人自己跑過去了 一直輸也不好玩啊 對一直輸 所以我還是適合玩單人的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瑪利歐遊戲 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連線 因為以前如果玩瑪利歐賽車 像早期玩那超任的 就是一定要揪朋友這樣子去玩 不然就是只能跟電腦玩 有時候電腦感覺就是 就算你調到最難的 然後你的技術大概練到一個成績之後 你就會發現它還弱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會比較期待出現的一些遊戲啦 不過說真的這些遊戲喔 說實在是真的有一點可遇不可求的感覺 因為它今天有講是第三場的遊戲 而且只有十分鐘而已 它是依照前陣子的那個 十片瑪利歐啊 其實它是快閃的 就是公佈之後 然後隔兩個月就發售了 所以我在想這次會不會這個第三場的 突然就講一個什麼 魔兵七六三 我們九月見 哇這下就厲害了 可以試試看啊 因為它畫面是真的蠻香的 所以說人色不OK 但是畫面那個香香的感覺 好啦那麼今天就分享到這邊了 如果說你們有什麼比較期待的 不管是第三場啦 還是任天堂本家的遊戲喔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給我們 那就這樣子啦 喜歡我的影片也記得在下面提取 謝謝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